对这个专案有兴趣 因为是蛮生活应用 然后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的灾害议题 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加入这个专案 那我们再请比林 那下一位就是Lufia 请你准备一下 好 嗨大家 上个月不见我是凌凌 就是这个月很热门的假讯息 他说啊 惠瑞的执行长 他因为对好几十亿的人 进行新冠疫苗的欺骗 所以已经在荷兰被起诉了 同时也说 Microsoft的就是前老板就是Bill Gates 也一样在荷兰被起诉 但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讯息 他回到了就是 之前关于疫苗的阴谋论 然后再把他这件事情 从头的再重新起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说 川普领导的共和党 同时对于这些过去疫苗的 就是阴谋论 重新再次提起再诉的 的议程 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那可费真的假的 其实就设计了一个LINE的聊天机器人 当你在群组里面收到这责讯 这是一个家人群组 你就可以把这个讯息 转传分享给可费真的假的 或者是你可以邀请可费真的假的 进入你的聊天群组织内 让他自动帮你进行查证 那这样 里面如果已经有查证过的讯息 机器人就会立刻告诉你 解答是什么 我们今天想要征求查核写作者 针对现有的查核状况 进行评价回应 这件事情就是扬来大家的写作 再来就是撰写新的回应 你所写的每一则查核假讯息 都会被传送给需要帮忙的使用者 那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练习查证 练习如何撰写有说服力的回应 在可费真的假的里面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培养数位素养 跟让大家一起来练习 如何进行协作的做法 我们也希望让这件事情 可以使社会面对假讯息更有任性 同时呢我们有一些goodverse issue goodverse issue都是我们工程师精挑细选 两个小时之内 我就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 就可以完成的小调整 所以这些东西都希望大家 就是会写程式的人 可以协助我们 在Covid Cup的 gooverse issue的level之下 如果你会写note.js跟reage.js 都可以来帮我们协作 让Covid更好用 Jungster还有另外一个 Open165的反价笔记 他昨天晚上都在确认 网站是可以用的 我们需要设计师 然后还有协作者 来帮我们测试跟实用看看 然后帮助 还要提供就是反差的文案 以及如果你曾经被诈骗过 你有没有什么过去的旧经验 我们希望用过去的这些公告 可以让资料比对比较好 然后想跟各位 让大家看一下 一个有趣的影片 Covid.js Covid.js叫biz.js slash hack 就是今天的网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我们 我上礼拜去阿巴尼亚我们的影片 不会动 怎么办 总之 让他快一点 而且这个影片呢 还有零零跟ORZ哦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请 这个